張晞伍和正確 我們有三位語談者 第一位是我們高淑恩教授 他是前精神科主任 現在是台大基因體育學部的主任 但是他同時也是台灣的 經典醫學學會的理事長 第二位是吳建湯教授 他是現任台大精神科的主任 他剛好在美國的專長 就是學習精神疾病的相關法律 跟一般醫學的論理論文 第三位是我們年輕的人 也是精彩認得台大心理系的趙玉山教授 他是比較從心理的層面 要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今天基本上就是說 每一位大概先談個十分鐘 那後面有計時的人也來 聽說是七分鐘就會稍微提醒一下 我們講者可以把握時間 那之後剩下時間 我們就來綜合座談 那在開始座談以前 我稍微簡單回應一下 因為剛剛柯市長一上來 就講了一個基本的背景 那我很怕大家會有一點誤會 所以我稍微再補充兩個很大的細節 第一個就是說 當我們談這個社會安全網的時候 當有些社會上重大的這個案件 其實大部分都不是有精神疾病的狀況 這個非常重要 那可是為什麼醫療常在這個層次裡面 辦很重要的角色 我最近跟我一個學生 我們在這個VMG 英國的Medical Journal Open 有一個論文鋼花表 那我們就是統計呢 全民健保實施之後十年裡面 台灣因為這個嚴重精神疾病住院的住院裡 其實呢我們大概在這個 全民健保實施五六年之後 他到達一個高峰 主要是因為後來有些特殊的族群 比如說金額是很爛才爛倒 可是過了那個之後啊 我們很明顯看到 我們的人口裡面 第一是因為重大精神疾病住院的比例 是逐年在下降 這個我們應該感謝我們的精神疾病 他表示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民眾願意讓他出現問題的時候 去尋求專業服務 我們的醫師可以應用現在各式各樣的醫療的手段 包括新的腰圍 以他有效的控制 延緩他必須要住院時間 這個非常重要 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完整的 這個叫做醫療可盡性的精神疾病照顧 那你可以想見 我們人口裡面有多少人因為 有了這個症狀沒有受到控制 那產生了一些困惑 那很多人忽略這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今天講的重量 比如說 台灣這個社會安全最穩固的 就是我們這麼多年打造起來的精神健康招務網 這個招務網在全世界恐怕找得到 因為呢 我們的全民健保隊重大精神病的幾乎 幾乎是百分之一百 所以只要你願意 我們的醫師又有這麼好的training 他可以幫民眾 控制症狀 連晚他會惡化 那全世界都面臨這問題 因為這個有一部的人口 剛剛疾病嚴重的時候呢 就是會需要住院 這是沒有辦法 可是呢 因為我們的體系其實是 從人口的角度已經有效的 把它降低 所以我們今天應該要 回過頭是 肯定這些精神醫藥 專業的從業的人 因為他幫我們社會 已經建過一個很好的網 那我們今天要談應該是說 如何讓這個網 可以更發揮他的功能 特別是從民眾端 他應該要能夠接受 鼓勵他去救援 那我們是不是按照時間呢 我們就先請高時文教授 那我們其他講者 我們就先到台下來做 那我們首先歡迎高時文教授 謝謝 謝謝陳院長的介紹 那我其實我的身份 也是一個臨床的醫師 我是從事 做了將近30年的 這30年來呢 我在很多的臨床工作以外 還有我一直都繼續在學校 做相關的研究 所以對一般正常的小孩子的發展 一直到大學生 一直到成人 都有相當多的一些 研究各方面的經歷 那我今天我主要還是要講的是 在整個社會安全網的世界裡面 我要去看到這個個人成長的部分 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要怎麼做 那我今天沒有在的 因為我覺得時間很短 就專注在我想的我講的 那基本上 等一下我必須要再呼應了 真的精神疾病 沒有比較高的犯罪率 那我們的沒有差別的 高人事件等等 也沒有跟精神疾病 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我們卻是要知道說 他們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整個這個事件 我假設我們的醫生 其實我們常常處理要治療的是 這些被受害的人 那但是我們今天是想 我們怎麼樣預防 這些不要有這樣的事件 不要有這樣的加害者的出現 那其實我們對這些人 每個人的狀況可能不太一樣 我只能講就是真的很難預防 很難預防 因為這個是一個大部分 但是我們不需要深入了解他們 深入研究 其實一個人只會做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要看看他先天上 就是可能有一些基因物 生物學體質上的一些因素 然後他這樣的一個特質 在這個環境上 又怎麼樣去 去跟他有個交互作用 我覺得他可能有一些異常的 一些人的特質 他有一些事情的看法 或是情緒的管控等等 都有可能是跟不一樣的 那只要在這個後天中 你可以想像 他沒有辦法選擇 他怎麼樣來到這個世界上 我常常講就是說 一個小孩子 他沒有辦法選擇 他今天會出現什麼樣的問題 不管他有沒有到達所謂的精神疾病 或是有什麼樣的發展等等障礙 但是他有問題 他生病其實都沒有關係 我們實際上 我們可以治療他們 我們可以幫助他們 讓他們可以有一個 就是一個 跟一般人一樣 比較健康平順的 一個成長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在預防這個事情 我要強調就是 每個小孩子其實都是一個保 這個不是個人的 而是一個我們這個社會 要一起協助的 所以假設說 他在這個成長過程 家裡持續的一些 比較負面的成長的經驗 家裡的經濟 父母親沒有職業 父母親可能也有一些 其他的身心狀況等等 然後整個社會的情境 或是在學校裡面 受到一些壓力 然後在最近的某一些壓力 其實我們看到這些事件 基本上這些人都是沒有在工作 沒有在工作 例如這樣子的一個例子 這個時候你就可能會導致 他會出現這樣的一個行為 所以我們實際上 我們應該要做一個 非常科學性的 一個嚴格的 就是所有的檢查 甚至我們應該要收集 所有實驗室等等 這些要的檢查 甚至我們應該要長期去觀察他們 目前我所看到的就是 好笑模糊的焦點 一出來 四個長快拉拉死等等 這些真的 出現一個差一個 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我們還是不知道他的原因 而且我們可能就缺乏 我們那機會去了解他 到底為什麼 實際上我們也 我們也真的不知道 他們到底為什麼 那當然最近有出了書 少年A等等 這個就可以看到 其實很多人 他們可能 從小就出現了某一些狀況 可是沒有被注意到 或是沒有人了解 沒有人去處理 那這些 這個有經過這樣子 我們才能更了解 所以我會很強調 其實我一直都在做的 最近在日本公經會 我也一直在強調 其實我們一個人 我們要預防 其實真的要從他決定 父母要生孩子之前 他要很好的做準備 正好的生經狀況 那已經有太多的研究 發現說即使懷孕的過程 你有很大的心理的壓力等等 你對小孩子的腦部的發展 是有影響的 你對他的發展 他的情緒 都會有影響 然後我們也非常期待說 我們怎麼樣讓父母知道 就是說他要學習當個父母 那每個小孩子生下來 其實我們要注意的 不是只是一個所謂的正常環境 我們要知道小孩子有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 就是小孩子 人生下的男人之死 他可能就有發展的問題 然後他 所以我們也有很好聞的 那個找聊之度 好 那他有可能後來就出現了情緒問題 然後在我們的教育 是不是給一些不適當的壓力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一個成長 那我覺得蠻強調的是 除了醫療 然後他環境以外 他父母的親子的技巧很重要 尤其是我們當然不是說這些事件 那是不是跟父母 因為實際上看起來 每個都所謂講的就是說 其實父母是來自一個正常家庭 那我們就知道 就是小孩子很貼身 他就是不太一樣 那另外一個 我們是提供他一個正常家庭 可是我們有沒有那個敏感度 去知道說小孩子 他可能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 因為我們太忙了 或是我們覺得他也好好的 把功課寫好就好了 成績可以應付就好了 其實在我的門診 我另外要講就是說 其實很多小孩子 他不一定是要有問題來看我 他只要不快樂 或是他有一些不喜歡上課 等等其中來看醫生 其實我沒辦法給他下診斷 可是在他裡面呢 他就會告訴你 很多很多 父母不太知道的事情 那我也太 有一些小孩子跟我說 他覺得他很懶悶的時候 他最喜歡看到的屍體 他最喜歡什麼什麼 那個東西假設你們聽了 你們可能之後覺得很恐怖 可是那個父母一聽就眼淚掉下來 我怎麼有這樣奇怪 那麼怪的小孩子 可是我聽了 我沒有覺得怎麼樣 我說你對那個那麼有興趣 那個阿姨講怎麼開始的等等 那我就開始來帶他轉移注意力 那後來他讀了我們國裡 就是反正前三志願的高中 然後就說我現在一直想 我以前為什麼那麼怪 我說每個人先下來腦袋不讓你慢慢的 你已經沒有這些想法 所以這個完全就是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去霧迷化 你要讓很多人的想法 他一人講出來 然後每個人都要有敏感度 然後不是馬上給他貼包籤 就說我要通告 我要這個是一個危險的小孩子 不是 你最重要你有沒有那個心 想要幫忙一個小孩子 我們基本上我們在這個社會上 我們都要跟每個人一起相處 我們不可能說我今天有一個人 我覺得他不對我就把他殺了 今天有一個人我就把他怎麼樣 這不是這個不可能的 永遠每個人有不一樣的一個特質 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我們需要跟不一樣 甚至你覺得他有點怪 或是有偏批 或是他沒有能力等等 你要跟他一起生活 那就算我們要有一個友善的環境 我們要幫忙他們 我們要幫忙他們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了解他們 然後我們才能夠解決這個 種種的一個壓力 所以我會很強調就是一個所謂去霧迷化 那我最近在做全國流行病學 二十七少年的這個調查研究 那實際上很多的父母 不曉得小孩子那麼害怕 那麼的焦慮 所以那個比例其實真的是不低 那假設說我們在看到 某一些只是小孩子 長期壓一下來的那種挫折壓力 尤其在學校的霸凌的問題 我們也篩檢到 有30%小孩子說他有被霸凌的經驗 他很不快的不知道 或是他的老師也不一定能夠了解 或是他們有一些自殺的一些想法等等 那這些也不構成所謂的一定是精神疾病 那所以反而是他們今天很清楚的來了 他有親主的出閉症 出閉不出閉症 優異症等等 那我們醫療很容易著手 因為我們昨天會把他治療到好 可是今天反而是在我們所謂的 學校這個地方 某一些人 那他是有一些原格的特質 偏差等等 其實老實講他不是精神疾病 那個的話我們也不會有辦法把他帶來 那我有寫了一些稿子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 我們第一個 一定要對身心困難的人 我一定要去烏明化 因為這樣他才願意來看醫生 看醫生真的沒什麼 其實我從小看過耳心啊 那我就是頭痛啊等等 這個根本沒有什麼 所以我們要去烏明化 我們才能對大眾能夠接納了解 他才能夠因為這個 我們給他更多的知識 那我會反而呼籲就是說 我們其實精神醫療網 雖然做得不錯 可是還是有很多地方不夠完善 因為這是一個團隊 我們不只只有醫生 我們的心理師 我們的社工師等等 我們希望這個可以有更好優質的 培養這個專職的人力 然後我們也希望再跟教育 尤其教育的這樣的資源 我覺得也需要增加 然後對弱勢家庭 我們看看今天 你不能說我自己過得好就好了 不可能的 這個社會是一體的 然後小孩子現在下來 是不一樣不公平的 可是我們要給他一個公平成長的環境 那當然社會部分我就不談 那也佔有很大的這些因素 然後我們也真的要鼓勵父母 因為他是最親近的 人家跟小孩子建立好的關係 了解小孩子 他告訴你這什麼 不要認為沒有關係 他只要功課好就好 其實功課好真的不是很重要 真的不是很重要 而是我們希望有一個快快樂樂的 一個人格的成長 那我想我沒有辦法講 他說我講太多 好幾小時也講不完 那非常謝謝大家給我這個時間 表達我的看法 謝謝 我期待跟我們寫 那個吳建灘指令 繼續跟我們講他的探訪 請台南科省 請台南科省 各位來賓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有十分鐘的時間 那大家看了一下我的書面 應該可以講好幾個小時 不過我想今天是 希望大家有機會看一下書面 然後呢我今天希望能夠用一個比較大樣式的方式 來跟各位做個介紹 所以當然我們有很多個案例 然後呢我們有就是 我會跟各位講我們台灣的強制治療的一些基本的規定 重點是什麼 我們雖然有精神衛生法 可是呢強制住院 強制社區治療 強調說它必須要是嚴重病人 所以我們剛剛這樣高教授講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這樣的個案 可是基本上都沒有辦法用精神衛生法的強制住院 強制社區治療來處理 所以這是我們現在法律制度上的一個限制 那另外再也就是說 我會談一個所謂 從個人層次到社會層次的一種介入 也可以說 從個人層次到社會層次的觀察 看看有哪些方便事情我們能夠做 所以不是只有針對個人 我們要針對社會 針對國家 各種制度都要同時來進行調整 才能夠得到一種社會安全網絡的整體的建構 然後呢當然希望能夠有多種專業的一個介入 所以我強調是一種動態的一個理解 個案跟調整的一個模式 所以我最後會提出說 社區的精神衛生團隊的 將一種介入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知道最早其實在台大公廣的 監獄站出口也曾經有一位 認為是精神疾病的患者 跟媽媽吵架之後 然後呢他就去監獄站門口拿著菜刀砍著 後來他被逮捕之後 就送到某一家醫院精神科 那當時呢 其實雖然情節很嚴重 不過他不是嚴重病的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強制住院 那另外呢 我曾經做過一個鑑定的個案 就是這位黃富康先生 所以他就是心情很不愉快 人生錯壞 所以他後來想到一個所謂的 將自己的痛苦 傳給別人這樣的一種想法 所以他隨機打電話 說要住房子 看哪個房東倒霉接他的電話 所以後來某個房東接了 他到房東那邊去 然後騙房東 然後就把他砍死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可是做完鑑定之後 說實話 很難去確認說 他真正有一個 嚴重精神疾病的診斷 所以如果要這樣講 他其實也沒辦法強制住院 那再來的話 這位湯姆雄哥哥 這位曾先生 其實在整個鑑定報告裡面提到的 當然還是會認為說 他並不是適合強制住院的 這樣的一種診斷的情況 那鄭傑先生呢 我們台大醫院的精神醫學部團隊 有幫他做鑑定 那基本上其實 確認說他是不是有精神疾病 這一點也不是那麼的容易 基本上傾向比較認為是沒有 那北投國小跟何彎 雖然後來鑑定認為說 他是有精神疾病的現象 世界史調症 可是呢 他是能夠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所以美軍說 到底在當下做這事情 如果不是完全 由他的精神疾病的一個症狀 所牽連的話 也有可能他沒有辦法強制住院 不過當然這個案比較有爭議性 另外在這位王景玉先生 在內部小燈泡事件 到底他是不是精神疾病的一個患者 其實呢 媒體大概做結論 做得很快 可是沒有在經過量好檢查之下 其實說實話 我們不應該直接下降一個診斷 那當然因為大家對於安全的關心很大 所以總是會覺得說 有這樣危險的 我們趕快就把他抓去住院 所以呢 就一個政大搖搖的事件 當我們也知道說 其實台灣目前的一個法律 對個人的自主其實尊重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呢到後來 當姚耀科經過提審之後 事實上是他自願住院 然後也自願出院 到後來最近就是 松山或次戰的爆炸案 那這位林先生 他到底是不是有精神疾病 他為什麼會這樣做 其實背後有很多很多的因素要去探討 不是只有單一個原因 各位永遠要記得一件事情 不要看到精神科有這個疾病診斷 接下來什麼都是他的問題 不是啦 為什麼經常媒體會看到 我剛剛舉了這麼多 好像每個都有一點問題 因為這是媒體在報導的時候 考量觀眾或者 閱聽者希望看到什麼 聽到什麼 這是一種選擇性的後果 所以我們強調是說 有自然的秩序 包括身體健康、心理健康 也有社會的秩序 我經常認為這兩個是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當一個人他的舉止 在社會國家之中 你國家必須要一種正當性的理由 常常去進行 介入到他的隱私的領域裡面 所以國家為了保障個人的最佳利益 或者為了防衛這個人去傷害到別人 必須要有一些強制性的措施 去保障國家、社會、民眾的安全 以及保障這個人的安全 當然我們要避免國家難用權利 所以你有程序性保障 也有實質性保障 那我在這裡的話 這個圖是示意圖的強調就是說 當有這些失序的行為出來之後 其實在目前國家的一個介入方式 一個是行政處理 比如說強制住院、強制社區治療 這邊呢是往司法系統 譬如說起訴 或者最後判刑監護主任 所以我們看到剛剛的那些個案 有些人曾經有機會走這邊 可是很多人 因為如果是重大型案 大概會走這裡 可是它適合走哪一邊呢 其實我們現在都是警察、消防人員 就能做區別 可是呢 國外有一些 所謂比較實驗性質的法治 這應該是由一個精神衛生法庭 結合精神醫學、社會、社工、心理 甚至法律的人員 大家一起來決定 我們用什麼樣最好的組合來幫助他們 那剛剛我講到 這是多層次的一個模型 所以要了解這些是社會現象 當然展現在個人的行為 那你要幫助他的時候 有時候是要調社會的經濟政策 有些時候你要從精神醫療方面來寫入他 幫助他緩和他的痛苦 所以這都是要一起來的 然後在這裡你可以看到 有些時候你應該盡量去做育吧 有些時候是出了問題之後 你要進行一個所謂的 就是降低他的痛苦 治療他的疾病 所以這些都是要同時並進 同時並進 有些時候你開中式個案的時候 會忽略掉後面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到底為什麼大家會感冒 我們都說一定是病毒 或者是這個人的問題 可是有些時候各位不要忘記 風土民情社會經濟的安排 會讓大家容易群聚 然後容易感冒 好 所以我們這邊講的是 中華民國先把這八條 特別強調 人身自由的一個保障 這是我們的底線 我們的底線 所以這邊警察 其實在行事之前的時候 有些時候 他會特別注意說 什麼情況底下 警察可以直接介入 遺囤自殺後 封唐泥酒醉 非管束不能供給 生命生理的安全 或者預防看生命生理之危險 所以這些時候呢 不需要精神科醫師 直接警察就可以去進行管治 那這邊講嚴重病人 要強制住院 強制身去治療 一定要嚴重病人失智 病人出現現實脫減的關係思想 及其他行為 制度能出以自己事務 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 所以在這樣情況底下 我們要知道 要強制住院 或者強制身去治療 並不是非常容易的一個事情 所以這邊的話 我大概要 跟各位已經強調到我的重點 所以我就直接跳過去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們知道提升法的一個通過 更是保障人民能夠 受到憲法第八條的一個 人身自由的一個保障 所以這是一個 建議有為的條法 本人或他人的向來捕 拘禁的地方法院申請提審 所以各位不要忘記就是說 我們同時會堅持很多理想 可是理想彼此之間 如果有衝突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去做會比較好一點吧 好 所以這是我的想像的一個情況 那這是我們要強調什麼 不僅是事後處理 而且要事情防治 不僅是個人問題 而且同時也是社會 文化法律政治與經濟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再看一次這個圖 處理社會現象 也同時處理個人行為 中間職場、學校、社區、家庭 我們都要一起來 所以我們看一下 日本法務省 他們對無差比事件研究的摘料 大部分是男性、年齡、教青、家庭、交友關係、教護家、工作、經濟、住居間不穩定 大多數是沒有前科 不然動機對自己境遇不滿 對特定對校不滿 自殺或是要被判死 對殺人產生興趣 有殺人的慾望 希望注意等等 個性的特徵 敏感、自我批判、自卑 容易、煩惱、想法、偏頗 內心有許多不平不滿 所以這樣的話呢 你看到就是針對個人的研究 好像是有個人的這種屬性 就會產生這種問題 可是各位 我要忘記了 事實上有很多社會文化的一些背景的因素 所以我們最近講 精神病理學 可能是人格障礙 它規制反社會 人際梳理 暴力傾向 酒精、妖娜、攔勇 曾經霸凌 霸凌或者虐待等等 那再犯的預防 其實有些時候 它可能過去有一些 這些犯罪的問題 我們要強調風險、遺固跟處遇 所以這個還是可能比較個人的 一個所謂的接入方式 可是我們要強調說 精神疾病傾向 以及暴力傾向的防治 以及社會富貴 可是呢 最終我覺得 整體的社會政策非常的重要 社會連結的建立跟維持 以及社會環境地生諸地出頭的機會 所以蔡英文總統 特別強調這一件事情 我想就是我們必須要 努力去理解 然後精神疾病的虛無明化 智商、智商、防治政策的一個結合 因為很多人是想自毀 所以才去毀人 然後呢 藉由指導手冊 提升對於預兆的警覺性 所以我們剛剛的 我們市政府的經營稿面積 其實有提到這樣子 所以我們再重新理解一次 曾文青先生 所以呢 我們要去了解 他為什麼會到達這樣的情況 不是只有一個個人的問題 有很多 事實上是社會、環境、文化、成長過程 很多問題的一個組合 所以真的要做事前防治 要早一點開始 所以我們要看到什麼 我們要做的事情 不是要強制它 而是要積極努力地去關懷它 跟它產生一種連結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創造正向的希望 是不可破缺 所以我強調的是什麼 一種所謂的社區 已經所謂的團隊的方案 強調的是 早期激起 不安心的一種介入 這種不安心不是強制的 我想大部分人對於別人 想要幫忙他的時候 不會那麼容易就去拒絕 所以我們強調的是 多種團隊的 多種特別的一個專業 大家一起來 從社區裡面來幫忙 所以很多可能接觸到這些人的人員 我們對他進行很多的訓練 希望他們能夠多一點敏感 多一點理解 早日啟動來協助這些人 這些的方案 所以相關的單位 他接到通報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一種主動式的社區治療的概念 照顧到可能有這種風險的 但我不知道到底誰會真的這樣做 可是我們是希望能夠藉由這種方式 同時幫助這些人 同時也降低風險 當然法務省 日本法務省的時候 不可能完全不發生 可是呢 只要這個發生真的有降低 那我想這是我們值得做的事情 另外當然我希望媒體要自治 因為有些時候媒體會導致大家 對這個現象的誤解 甚至擴大了我們對這樣的現象的恐懼 或者無望感 或者所謂的憤怒感 我先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 大家好 我要在十分鐘內呢 跟各位分享 從心理層面 我們可以怎麼看現在的一些重大的殺人案 但是我今天會focus在某一種案件 那就是殺童的案件 可是我要先跟各位分享 我對這個社會大眾的恐懼的一些看法 因為這也是心理學的一個專業領域 那我相信各位可能會想來聽今天的論壇 或者是最近這兩三年發生這些事情 各位可能會覺得有點焦慮恐懼害怕 那我自己其實正結的事情發生之後 搭捷運的時候也有點怕怕的 然後後來我也不敢滑手機了 其實有特別注意周邊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自然的一個反應 很natural的一個反應 那為什麼我們對無差別殺人案的恐懼 會這麼的深刻 原因是因為第一個它是無差別 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被害人 任何人也可以成為目擊證人 所以我們不只要focus在被害人 我們要去看 當目擊證人目睹到這樣的事件的時候 那個心理影響有哪些 再來是不確定性 所以無差別殺人案 有可能發生在任何地方 任何地點 任何的時間 所以它是非常 unpredictable 那最後呢是我們對這種重大案件不瞭解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那我想跟各位分享 因為我最近其實這個禮拜都在日本參加研討會 那剛好禮拜二早上我演講的時候 有人就提到說 昨天才發生這個精神障礙者殺人案 有一個年輕人 他就是他之前在一個機構工作 那後來他晚上就去砍 就殺了19個人 這個是其實應該是日本 這幾十年以來最嚴重的一個殺人案件 但是我們不能說他是無差別殺人案 因為他是特別針對這個機構裡面的 這些精神障礙者犯案 但是我會提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每天晚上都有去看新聞 雖然我聽不懂 可是我每天晚上去注意 日本的媒體是怎麼報這種案件 非常的冷靜 非常的理性 然後他從第一天到第五天 我昨天才回來 我發現每天晚上他們是漸漸的揭露一些細節 而這些細節是警察很確定 已經確認清楚了 而且是很中立的報導的方式 把這些訊息揭露出來 讓一般民眾 公司會大眾去了解這個案件 那你會發現整個脈絡呢 是要去調查他的犯罪動機 所以我們每天都會慢慢的去了解 這個人為什麼做了這麼可怕的事情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從禮拜二到昨天 完全沒有看到任何的 hysteria panic 就是說社會大眾一直在談件事情 或是很清楚啊等等 那我認為這個跟媒體的報導方式是有關係的 所以媒體其實真的要負責 那我覺得他們這樣的一個報導方式 就是可以讓 也可以去增加這個社會的這個 empowerment 充全 你把對的訊息 而且是很平衡 中立的訊息 讓民眾知道 那這一定可以減少這個恐懼 好 那但是我必須說無差別殺人 雖然是無差別的一種殺人行為 加害者並不隨機 不是每一個人都會變成一個無差別殺人犯 為什麼有些人可能會成為這個 random killer 一個隨機或是無差別的加害者 那被害人也是我今天要談的這個殺童案件 你會發現呢 這些人都特別針對 小朋友下手 為什麼 我們目前台灣是完全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所以我們必須去了解說 為什麼這些人會target小朋友 而且是target很小的小朋友 他也不會target青少年 所以大概12歲以下的這些小朋友 這些暴力行為雖然是隨機 但是可以被解釋 但是需要花很多時間去了解 花很多時間去調查 他的犯罪動機 很多人可能會認為說一定是因為有病 或是可能就是完全是不理性 然後完全沒有辦法解釋的一些理由 但是他一定是有理由的 是看我們要怎麼去挖 把這個事實挖出來 所以就像前面兩位講者有提到的 當我們在看暴力行為犯罪行為 它是有很多很多的這些心理因素的影響 好 那我今天呢 因為其實無差別上人案有分很多種 有些被害人是成人 有些是小朋友 那我會focus在小朋友的這個部分的原因 是因為我個人的專長是做兒少保護的 所以我在兒少保護議題裡面 會看到很多小朋友 如果他小時候長期目睹家暴 被霸凌 被虐待 被忽虐 嚴重的被忽虐 甚至他可能有一些學習障礙 精神障礙 但是沒有人關心他 沒有人做任何的這個早期介入 那他可能 可能會成為 一個我們需要擔心的一個社會人士 那前面吳主任有提到這三個案件 那這三個案件其實都是殺同的這個加害者 那各位可以看到一個共同點 都是男性 然後30歲左右 然後長期是有學習困難 工作的狀況不太穩定 那他們的家庭狀況也有一些問題 可能是失功能的 或者甚至是疏疑的 那你可以看到這三個人 在這個社會上是孤立的 但是我發現我們很少去思考說 這些人的歷史 生命史是什麼 我們要記得這些人也曾經是小朋友 我們現在一直在擔心說 我們要怎麼保護我們現在的小朋友 可是我們忘了我們無法保護這些人 他們可能小時候有經歷過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 甚至是有導致他們 就是有產生一些很嚴重的人格扭曲 或是心理上的困難 甚至可能是有一些精神狀況 所以我們常常會忘記說 我們都在談兒少保護 但是這些人不包含在我們兒少保護的 這個社會安全網嗎 那在心理學這個領域呢 我們會常提到一個理論 就是這個暴力的循環 cycle of violence 那為什麼會提到這個理論呢 因為我們會發現當一般的兒童 好 當一般的兒童 那當一般的兒童他可能成長的環境 可能出了一些問題 或者是他可能在學校的事情不好等等 有很多種因素 那有些一般的兒童呢 他可能會成為弱勢兒童 那弱勢兒童這個概念非常廣 他不只包含受虐兒童 被信心的兒童 家暴目睹兒 被轟勵的小朋友 當然這個group也包含 智能障礙的小朋友 或者是有一些精神狀況的小朋友 那當我們沒有做早期介入 我們沒有去關心這些弱勢兒童 你會發現有小部分 有一些小朋友呢 他可能會成為危機少年 當我們在他碰到這樣的危機的時候 沒有做任何介入 他可能就會發展成一個危機成人 所以你可以開始看到這個循環 那這些成人當然是少數 這些無差別殺人案是少數的這個加害者 他可能會變成殺同犯 而去殺害我們一般的兒童 所以當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cycle 這樣的一個循環 其實是很簡單的 我們就是要去打破這個cycle 那要怎麼去打破這樣的一個cycle 這樣的循環 我們要去了解 這整個暴力行為的行程 犯罪行為的行程 就像前面兩位講者有提到的 我們要累積非常多的資料 我們台灣目前是完全沒有 可以說是零 就是一個很系統性的一個 針對每一個個案很完整的資料 所以我們可以做什麼 當然要研究問題 你不能解決一個沒有資料的問題 那是impossible 那再來我們就是要去找出這些風險因子 保護因子 然後從這些資訊呢 我們去了解說要怎麼去建構這個社會安全網 那同時我們其實也可以提升這個社會充權 就是說我們把這些風險的保護因子的這些訊息 揭露給我們的社會民眾 社會大眾 那大家可以一起去了解這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暴力是大家的問題 這個我是覺得我們常常會忘記 或是會忽略的一個議題 所以這是一個小小的提醒 就是說我期望我們可以保護所有的小朋友 不是說哪一家的小朋友是值得我們保護的 即使是吸毒販的小朋友 也應該受到我們保護 所以我覺得我最後呢 想要跟各位分享我們這三個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的無知 我們的知識而寄生的這些小朋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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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